今天是2020年11月1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 快了 今天是2020年11月1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没 快了 今天是1月1日2020 Hashchannel will invite Taiwan today 很快 今天的视频来给大家分享一篇 我在第八官微里面看到的文章 你们可以看这个截图 今天是我爷爷去世的第二天 刚确诊的胃癌 当天就走了 有点难过 又有点庆幸 难过于一个我爱的人 真的就这么永远的离开我了 又庆幸他走得安详 没有那么的痛苦 生病的那段时间 他有点没有精神 大部分时间都是有气无力的 需要借助氧气呼吸 他每天看着海峡两岸 说台湾如果在有生之年能收回 那他就没有遗憾了 几个月前 他被查出来星包基业和废弃种 那几天有点自我放弃 成天成天的 他吃不进去饭 喝口汤都吐 我逗他 说你要好好吃饭呢 今年台湾就回归了 说起台湾问题 他突然有了精神 说民进党要闹台独 台湾人民也不愿意回归 还骂骂咧咧的说蔡英文是个老娘们儿 我说实在不行就武统 他看着我 说打仗是要死人的 自己人打自己人怎么行 爷爷那个年代的人 从小就叫着和平解放台湾 一直到生命的终结 台湾还在那里 他不同也不独 像溢在喉咙的一块馒头 卡着你的喉咙 让人难受 台湾走得太久了 那些带着遗憾走的人 也等了太久 说来奇怪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像是骨子里带来的东西 他走了 他的情节也成了我的情节 台湾回归的那天 我要去他的坟前 给他上一炷香 告诉他 祖国统一了 至于和平还是武统 我并不在乎 因为真正在乎他的人 已经走了 读完这篇文章 我真的能够感受到 这位孙子想告诉他爷爷 我们每个人都在惦记着 台湾问题怎么解决 但是我又感受到 他另外一份感情 他已经不在乎 台湾问题是和平解决 还是武力解决了 武力解决 他已经跟他爷爷说 实在不行就武统吧 但是在他爷爷那边看来 还是想和平解放 因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但是这位爷爷可能并不知道 现在民进党当局 还有很多的台湾人 已经不把自己当成是中国人了 在这里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想来分享一段 另外一个网友投稿给我的文章 大家可以看这个截图 送给台独分子们 来自大陆东北黑龙江的一名 即将在2022年参军的 应届大一新生写的 满是讽刺的所谓慰问性 其二 台独分子们 你们好 又是我 最近如何 有没有请风水师给你们挖坑啊 你们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心情吗 我是他妈的想揍你们 真的 我是真的不知道台委政府给你们多少好处 让你们在网上这么搞 说真的 你们这么效忠台委政府 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不还是给美国人卖命 每天在油管评论区里面 看你们的评论真的是烦死了 我就想看台委政府是如何做到给你们洗脑洗的六亲不认的 还整天吹股自己有多么的牛掰 军事实力多么强 还说我们大陆这边有多么的落后和恐怖 我就问你们 你们来过大陆吗 你们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吗 就拿我们黑龙江来举例子 我的家乡黑龙江的福林屯的经济发展比你们强数倍以上 你们的GDP甚至没有我们黑龙江的家木丝是一半高 工业水平比你们强多了 中国的一小部分的钢铁石油煤矿都是由东山省产出的 就光是大陆随便的一个省份的工业总额都能压死你们 你们台湾30年都赶不上 而且还得靠进口 而且你们的粮食产量总额 连黑龙江的武藏和建山江的粮食产量的一半都打不到 那么接下来就是举一些数字 这里我就不一一的念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经济说完了 我们再来说说军事 这军事上你们的预备役 储备人员有多少 60万 70万 呵呵 我们是7000万 这个数字我不知道准不准啊 结起2020年8月份 中国共累计8000万余人当过兵 15个人至少有一个人是当兵的 我附近10家 6家是退伍金人 战争必要时 基本上可半数决兵 任何阻止中华后兴和统一的 往后必定适得其反 而且你们知道吗 海军和空军已经开始召回预备役军人了 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你们活不长了 而且我们也快开始行动了 军队召回的是预备役民兵 我们召回的是刺客兄弟会的刺客 军队清除的是台伪军 我们清除的是你们这些台独分子 我们不为政府工作 而是为了国内的和平与统一 免得政府出动警察去抓你们这些台独分子 到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出动刺客去处理你们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段 再和你们说一件事 在我们行动之前 我会去海军服役一段时间 到时候战场上 我可不希望把你们包围在你们台湾的大学里 拿着扩音器 播放时面埋伏 四面楚歌 友谊之光 告别校园时 铁窗内 欲中望月 愁啊愁什么的 然后再给你们花式的劝赏者 不敢有的 如果你们横文不顾的话 我们陪你过完圣诞 元旦 农历年 复活节 清明节 再陪你们 当你们的人越来越少 逃行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攻进来的时候 希望你们不要反抗 知不知道 放弃啦 你们不会赢的 我猜你们 有很多人还是吃那个生命面包 冰冰冷冷的生命面包 没问题 我们可以守住你们三个礼拜 三个月都没问题的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般是六点钟吃饭 然后有其他兄弟的船来接我们 你们的生命面包 我们吃什么呢 我们就是去对面吃海底搂了 想起就正了 这一段的话呢 就是模仿那个香港警察的 那么我用普通话来说一下 不要紧的 如果你们完完不顾 那么我们就陪你 陪你过完圣诞 元旦 农历年 复活节 清明节也陪你们 当你们的人数越来越少 投降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就攻进来 希望你们到时候不要反抗 知不知道 放弃啊 你们赢不了的 我估计你们到时候呢 还是有很多人在吃那个生命面包 冰冰冷冷的生命面包 那没有问题啊 我们就陪着你们 我们一般呢 是六点钟吃饭 到时候呢 会有其他的兄弟的船来接替我们 你们在吃生命面包的时候呢 我们就吃什么呢 我们就到对岸去吃那个海底捞 想着就感觉非常的正啊 那么我们还有冰镇的啤酒 而你们就继续吃那个生命面包吧 真的很惨啊 那么我们再看最后 就是来住那些 台独井王那些绿娃文 绿蛤蟆 还有绿苍蝇啊 就是不孕不育 子孙满堂 不孕不育 又子孙满堂 为什么呢 是因为隔壁的邻居姓王 隔壁邻居姓王 娶个妻妇 是亲妹 找个老公 是亲哥 生孩子没屁眼 没有生育能力 就是个螺圈腿 所以呢 这一个网友的投稿 也是非常非常气氛的 所以呢 我就借着这个机会 来将他的文章 还有前一个 第八官微的一个文章 结合在一起 让大家知道 我们大陆的真实的名义 是怎么样 也是希望 现在的老人家 可以活得更加健康 见证祖国的完全统一 让我们见证解放台湾 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